欧洲九国的慈禧志工总共70多人 最近齐聚在法国的巴黎 展开精进培训课程 欧洲服务员非常辽阔 大家都是原设封城跨国而来 不过来到巴黎都有兵质如归的感觉 因为在巴黎的法国会所 给大家的是一个家的氛围 九个国家72位慈禧志工 齐聚法国巴黎 参与2014年欧洲志工培训精进营 欧洲境内第一个慈禧会所 堪称是欧洲慈禧人的心灵寄托 从德国到英国 挪威到奥地利 志工为了这一次精进课程 搭杯机坐火车 长途跋涉在所不惜 七点钟然后经过转机 然后下午四点钟到达巴黎 到达这个分会会所 将近一年前历史性的一刻 欧洲慈禧人团结一致 破除重重阻碍和挫折 在巴黎创立慈禧会所 而这也是因为志工秉持合作精神 将每一次困难都视为全新的自我挑战 每一次欧洲这个我们培训 我们当然法国我们乡机组 就是肯定是要全力而赴啊 这位师兄啊 他是刚刚早上的正义院主 他承诺了要来做 他这个不止辛苦六点钟到英文去 然后中午赶回来就准备 不断突破自我的还有来自德国的 越南华侨苏淑营 他中文不流利 却用心苦练了慈禧歌曲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想你相信彼此都感恩 即使课程只有短短三天时间 但在巴黎慈禧会所 彼此就像一个大家庭 让心靠得好近 大家新闻追上美之功 陈无忧法国报导